球后哈勒普金钱挺进16强美联社 记者两位民众和报道 世界第一VS 第七十六 结果差点大爆冷门 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 现任球后哈勒普 Simona Kelp面对战局76席的戴维斯 Lauren Davis 名气与排名悬殊战况理应一面倒 不料双方历经3小时45分钟的长盘大战 哈勒普采以4比6 6比4 15点13分惊险胜出 魁维三在第三度挺进墨尔本公园16强 此一哈勒普后进十足 首盘第十局凿破丢掉后 次盘很快回破压制斑平 只是战线拉近长盘制的决胜盘 罗马尼亚球后与美国黑马一路缠斗僵持 哈勒普先在10点11分 40分 乌鲁可退时连续赌过三个赛末点 之后又熬战至第27局关键突破 最终头号种子把握第一发顺势再爆 坚勁拿下胜利 其实哈勒普与戴维斯 曾在2013年印的安全手轮交过手 当时名气响亮如前者轻松 以6比2 6比0 英球 不料时隔5年再相逢 对方已飞舞下阿蒙 现任球后 但苦战累垮 还被吓出一身冷汗 球后哈勒普 吓出一身冷汗 法新社 带维斯宇球后 机站3小时45分钟后 洗白露透 机场 短队 第六 Кор件事情 男主力 机场